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射雕英雄傳》 如果我們說《射雕英雄傳》是一個富二代追女性的故事 可能大家會想到懸顏洪烈 但我們怎麼猜得到原來郭靖也是一個真正的富二代呢? 另外當我們說起歷史故事的時候 可能大家未必很熟悉這個雙槍綠文龍 但其實楊康的原型是參加了歷史人物 大家都知道射雕是講郭靖王勇 但頭五分一的篇幅都是講上一代的故事 兩個好朋友各自生了兒子 一個叫郭靖,一個叫楊康 郭靖在蒙古長大,天資比較差 所以學武功很慢,但仍然有正義的心 至於楊康就去了金國做王子 變成一個顏色無品的叛國賊 這樣看好像是雙男主角線 但自從女主角王勇出場之後 楊康的氣氛就越來越少 故事就變成說王勇怎樣陪著郭靖一路成長 逃避壞人的追殺最後成為一代大俠 大家最羨慕郭靖的地方 就是他出場的時候 明明不英俊,武功不好不醒目 偏偏就追到女神王勇 於是就有很多人解釋 郭靖不是不聰明,這些叫大智若語 或者郭靖有一顆正義的心 王勇有眼光 嘿,你何時聽過正義的心 會追到女神的? 只會被派好人卡 其實郭靖和王勇是一個 富二代追女神的故事 兩個人第一次相遇 王勇扮了做小乞丐 郭靖依然對她很好 於是王勇就放心暗許了 但郭靖怎樣對她好呢? 首先郭靖請她吃飯 最後賣單的時候給了十九兩七前四分 有學者做了研究 發現換算今天的物價 這頓飯最少也要兩萬元 吃完飯 郭靖見王勇衣三單薄 就把紫衣電雕球給她穿 這件雕球是王族收藏品 十多二十萬酒不甩 你以為這樣就完? 郭靖再給了四滴黃金王勇做盤穿 即是八斤金 最少也要一百五十萬 王勇本來還忍得住 最後郭靖出絕招 送了漢血寶馬給王勇 哇!漢血寶馬真是無價之寶 和蒙古皇帝的座騎都不相伯仲 終於把王勇感動到哭 你說這些是不是用錢追女孩? 再說說楊康 其實楊康的設定是參考了宋朝的陸文龍 陸文龍爸爸被金人殺死 金國王子收養了還是BB的陸文龍 培養出一身武藝 這一點跟楊康很相似 只不過陸文龍長大之後 知道自己的身世 就回歸宋朝幫忙抗金 而楊康就貪戀金國的富貴 繼續認賊作父 甚至想幫金國統一天下 不過這一點相當有討論空間 感情是需要時間培養的 如果一個人都二十歲才知道 爸爸不是親生 更加是殺父仇人 他又是不是這麼容易掉轉窗頭 為了一個幾乎沒見過的親生爸爸 對付有二十年感情的養父 所以金融用現代人眼光 把陸文龍的故事合理化 製造了楊康這個角色 不過這麼好的橋段 就被郭靖黃庸的追女仔故事掩蓋了 是有點可惜的